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于湘雨 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 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 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 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 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 就是对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 聊了突然问我说 湘雨 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 我哪知道 大哥 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 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 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 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 你就是不遇不遇 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 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 人家发微信问我说 湘雨 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 我一边在脑子里骂她 一边手上给她回 好的哥 明天见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于湘雨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 你得学着减少内耗 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 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 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 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 内耗一点都没减少 并越看越多 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 看完以后 我现在是一个佩德感缺失 没有顿感力 边界感过强 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 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 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 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 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 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 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 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 你别说是我了 我觉得就算是 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去刷小龙鼠 他也有病 弗洛伊德刷完之后 恍然大呼说 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 我是个东亚小孩啊 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 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 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 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 是我爸妈的问题 诶 是不是就是因为 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 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 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 它就是个陷阱题 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 不是一个好词 人家家庭幸福的人 就不叫原生家庭 人家就叫家 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 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 脱关系帮我找的 最近买房了 原生家庭出的首付 我爸妈说了 在外面累了 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 常回原生家庭看看 回原生家庭看看 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 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 这就是我的家庭原生 我觉得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也很难解决 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 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 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 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事已经过去了 来不及解决了 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 是不到哪里有问题的 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 一边被打 一边理性分析 一巴掌打过来 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 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 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 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 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 大吵大闹 外放视频 父母在旁边玩手机 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 我都不会讨厌他 我只会觉得 孩子 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完了 你原生家庭有问题 跑吧 跑向你不幸的一生 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 长大会抑郁的 还有心思看汪汪对立大功呢 抓紧看汪汪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 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说到底啊 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吧 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 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 没事能常会员生家庭看看 谢谢你们 我叫余祥宇 好 谢谢余祥宇 喜欢余祥宇的表演 喜欢他的观众投票 你给他投票 他表比你打得还清楚 投票倒计时 最后三秒钟 行锁票 好 谢谢余祥宇 你看也获得了气氛组的四票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上一场魔王挑战赛 现在余祥宇就打败了汪建国 拿到了复合金牌 对此今天的表现 国仔觉得 我觉得以我上一场的表现来说 赢我不是什么本事 但是他那个赢我绰绰有余的同时 还表现得比较好 我觉得他那个那个本事比较大 他的一串 祥宇线下的演出 他很适合在线上讲 你你感觉到呢 这个这个没有 就是我线下粮 就是 你线上贼仗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不像是 新来录节目的朋友的点 就是他特别会打点 你叫打点 什么叫打点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在线上好 是一定非常有迹可循的 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 非常符合传播的这么一个节目 而且你还能在这个场合 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舞台 非常了不起 谢谢 谢谢 而且很多的这个号可能是在试图制造一些焦虑 但是你用一个非常灰泻戏谑的方法 你把这个这个焦虑给大家帮着破掉了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 显得很有功德的样子 就是 天堂戏剧 天堂的笑声 天堂 天堂老师怎么样 听到那个唱回远生假听那个 哇 我觉得唱那么难听还能唱好有勇气啊 我真不会唱歌 不然我那个家庭原生那个底我就不写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你选取话题的那个角度 我是非常喜欢的 就像我可能也会有时候经常刷短视频 看到大量的人谈啥都谈原生家庭 你其实也是在讨论讲这个事情嘛 但你讲的角度 是可以把它用一种好笑的方式拆解它 其实你在嘲讽它嘛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妙的 是会有强顾敏感的 然后我有一点想说 就是我搞的可能写的没那么好 不是说原生家庭就是都没问题 肯定是有朋友还是真的很惨的 然后大家就希望大家能够各自尽量幸福 我也想谢谢 谢谢 还说我帮咱们圆着说 太中道了 今天表演都是单一跨题的 有一些是一个跨题 带了下一个跨题 但是它一个单一跨题里面 都不断有包袱翻 其实挺难得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东徒校里面 主要给观众思考一下是很重要 因为节学都是可能你学节学 最后都要交给独姐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没有这个能力 一起我讲了点哲学段子 但我这个人非常没有文化 大家不要给我立有文化的人设 谢谢 我非常没有文化 我们一定要把你捧上神坛 没发明显得我们很有文化 我要加入德云社 德云社是最有文化的公司 所以说 哲学的人是很聪明的 你就按照你这个思路 真是 我跟你说 你是东老子 否则王建国怎么会输给你 然后郭先生都把你捧上神坛了 对 也不是说我捧就能捧上去的 那也是我老师 谢谢我了 恭喜他一共获得了7分组的4票 小强班的最后的三位成员 有没有要挑战于翔宇的 没有 他说 常回原生家庭看一看的时候 我就说 拉倒吧 这也太狠了 这个 无人挑战 看一眼于翔宇最后的票数 我 194票 恭喜郁佳宇成功晋级 请洛克晋级去 云翔宇真挺厉害 有点佩服他心 就这么写 然后还能扑上去 然后一直往上翻 我觉得这非常厉害 我有回去要他两份稿 我看他怎么写的 就是大家听了都狂有共鸣 我都是想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回避型依恋的 而且他又融合了自己的 你哲学系毕业的那个特点 我觉得他两个融的也特别好 那咱毕竟是做喜剧 我希望我这个东西是好笑 或者让大家看到一些新玩意儿 搞喜剧 没有必要你的标签是有文化 客观来说 我成绩其实没有那么好 我这个成绩也给大家坦白了 所以我这个 我虽然说是学哲学 但我这个个人成绩 学术能力确实是比较一般 如果段子里有什么 哲学知识的谬误乱用的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上场 这位演员呢 个人风格也非常的强烈 是他们村的第一位女硕士 我们掌声有请唐湘玉 大家好 我是唐湘玉 这一轮是挑战赛 我特别害怕 朋友给我想办法 说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 谁敢挑战你 你就嫁给他 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啊 我还不知道他们 爱江山更爱美人 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 反正今天要么晋级 要么办婚礼 肯定都是喜事 大喜的日子里 咱们聊一聊父母 哇 好顺啊 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 我也问过 你们会介意吗 我爸妈很实在啊 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 就给你点素材吧 吐槽归吐槽 孝心还是有的 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 变了线 就给他们买点东西 我们已经有默契了 去年 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 我妈妈吓坏了 牛把我妈成傻样了啊 用了几天之后 我爸说这个椅子哪都好 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 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 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 当成我自己的父母 我说你确定吗 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 家里也不吐我什么 这些年对我就两个心愿 一 考个公务员 二 找个公务员 排名不分先后 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 我爸爸的眼睛里 现在已经没有光了 他说堵在路上 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 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 到底是谁家 为什么这么多年 不肯放过我爸爸 其实在我们村里 最大的不孝 就像我这样 三十了 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不找对象 我现在回去 都不敢做逗留 往村口一站 那就是顶流 就是舆论的漩涡 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 据说我现在已经 离过两次婚了 更离谱的是 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 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 眼神不好才看上我 黑灯下得火速成情 我没有看上你 我都没有看见你 我妈说不行得回来 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 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 哇 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审判我 那都不能叫开席 那叫开庭 他们那个眼神就是 你怎么敢的呀 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 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 还要坚持当审判长 他说我现在二三十潇洒 四五十肯定后悔 七八十老了他了没人管 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 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 等我到了七八十你来管我 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 我说但你管的夸呀 回身没有制好我的精神内耗 制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 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 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以前说我考出去的 现在说考出去也架不出去 这还是村民吗 这不是预言家吗 那个习上大队友的评价 就分成了两派 一派叫读书读傻了 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 别人是又纯又欲 我是又傻又野 怎么听都不像好坏啊 那还好没读博士 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 我说我做不到 那大家都认可我 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 那大家都不认可你的 这时候我妈坐不住了 她都怼了我好几下 说你赶紧闭嘴吧 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 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 非常好 别人说我的时候她唯唯诺诺 我说别人的时候她重拳出击 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 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 圣传八字都准备好了 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 我又被包围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是黑灯啊 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家尔的照片 我三姨眼睛一下就亮了 说哎呦这么帅啊 这小伙子啊 这这这这 这不是王家尔吗 他眼神也不好了 行行你也是最好 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 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 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 要不然等我火了 咱俩就对不上了 放下来谢谢 谢谢 谢谢唐湘玉的表演 你们他的朋友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投票倒计时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唐湘玉获得了七分组的两票 啥也不是这个 我这个老师能听懂我那谐音梗吗 啥也不是 能听懂啊 啥也不是 对对 就跟建国困的熟就知道 这这这不就不我啊 我没参与啊 这个梗我可没参与 朱老板参与的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梗 我就喜欢这种梗 你也喜欢是吧 好那我以后多写点啊 湘玉你这个催婚的过程是真实的故事吗 是我每天一睁眼就要面临的事实 那喜欢王家尔是真实的 也是 我是王家尔的老粉和大粉 那我负责帮你把你的表演卡段发给他看看啊 什么啊 哇 姐那我今天淘汰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的最大的心愿已经实现了 谢谢姐姐姐你是我亲姐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父母的这个关系 比如听你吐槽他们 就是你说你其实不想结婚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清楚这一趴是不是 就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会催婚的 对它的底层逻辑是很难改变的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事实了 所以说我尽量围绕着这个话题 我创作一点吧 就是脱敏了我已经 就是你说什么我不跟你吵 你好笑的我就记下来 或者我说你刚说的这句话太荒谬了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啊 你这个能力叫反脆弱的能力 反正我觉得我已经这是一种和解 他也接受不了什么大道理 你跟他讲外界的世界他不懂 因为他生活那个环境让他觉得安全 那我也不用这个方向跟你说了 我就把它搞得好笑一点 大家嘻嘻哈哈过去了 也是幸福的一家人 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因为他又是从比较现实的生活当中来的 他是个硕士毕业的 碰到这个家里的一种现实的这种情况 他很智慧的就是去化解掉这些 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好谢谢范老师请你多批评 没错我不敢 我跟你说老跟我下套 你我一批评外行指导内行 您的这名字我之前就有所耳闻 但我一直没有去就现场看也好 在网上看也好所以上回是第一次看 我觉得还挺好挺有意的 这次让我感觉和上次 这俩像是一个节目 就是对吧 确实是这个是我比较保守了 有点想拿自己最熟悉的段子来打比赛 但其实我现在看了一下 我纵观了一下形式 完全错了 对我赞成你写新鲜一点的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写 好的一共获得了7分钟